周二 伊利诺伊州华裔职业药剂师 34岁的赵唐唐 因涉嫌借职务之便 盗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 中共病毒疫苗接种卡而遭到逮捕 根据起诉书 他将面临12项盗窃政府财产的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 每项罪名最高10年监禁 据悉 赵唐唐受雇于一家在全国范围内 分发和管理中共病毒疫苗的药房Company E 法庭文件显示 在2021年3月和4月 赵唐唐将CDC疫苗接种卡 以每张约10美元的价格在eBay上出售 他向11个不同买家出售共125张 周二 赵唐唐在伊利诺伊州北区地方法院首次出庭 目前 联邦调查局FBI 与芝加哥卫生与人道服务局监察长办公室 正在调查此案 新台人记者郭耶锡 洛杉矶报道 今天提供权品川普遮住 3本 白冰当公室 7本 白冰当公室 判判出庚存